東京奧運 來 真的還要辦嗎 日本終止奧運的請願書 目前已經超過20萬人連署 到底現在是COVID-19這樣子的狀況 能不能夠繼續辦 到底是不是讓日本一個頭兩個大呢 來 各派出兩位 來 歡迎 來…誰 誰都可以 好 華恩哥跟敬平哥 乾哥 敬平哥 這邊是 詹老師跟艾莉絲 敬平哥先來好了 對 敬平哥先來好了 現在大家其實都關心這個東京奧運 在7月底到8月初要舉行 如果今年再不辦 到底完全取消 還是真的再往後延 因為男生都應該知道 2022年會喜歡看那個世界盃足球賽 對不對 明年這是國際體壇的大事情 而且不能延 一延的話下一屆怎麼辦 下一屆2024年是法國 巴黎 對啊 然後再下一屆2028年 是美國的洛杉磯 所以東京其實面臨現在一個 兩難的問題就是疫情越來越嚴重 然後每天大概會有這個 超過4000人的這個案例確診 最近每天4000很可怕耶 可怕 我們台灣到現在 我們才28人就下風了 我們現在是超過1000人確診 對 然後死亡人數他們也是很高 日本現在民調他們是希望說 能夠不要辦 或者是延期 大概佔了百分之七十幾 真正希望能夠維持了不到30% 大概28左右 1964年日本辦了東京奧運 那一次奧運 讓日本整個形象整個國立起來 然後東京的城市也改觀 記不記得去日本玩 對我那個新幹線 對 你們知道新幹線是怎麼來的 就是在1964年 為了奧運 日本的三手線跟地鐵 能不能那麼發達 就是在1964年 為了那一次的東京奧運 把它給弄好的 因為在之前 日本本來就要辦奧運了 也是東京 大概在1940年跟1944年 但是停辦 為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 聯合國跟國際奧會認為 日本違反了和平精神 奧運那個五環是和平耶 和平 你怎麼可以挑起太平洋戰士 你又去偷襲珍珠港 你又去幹嘛 對…沒錯 四環是奧地 所以這樣的一個結果 導致日本當時在1940跟1944 還有1916年 他們都…1916年不是日本 所以史上有三次停辦奧運 這一次如果日本東京奧運 再完全不辦的話 就是第四次 再加上一個最關鍵的原因是 因為日本砸了很多錢 他們你看已經那個東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 他不是已經宣布 把那個日本東京的足地市場 給搬走 大家去東京玩 應該有去過足地市場 那邊的海鮮很有名的 我之前也去很好玩 但是對他們來說 那個是傳統的形象太落後 日本東京都知事已經把他搬走了 要蓋新的那個很體面的場館 所以都是為了奧運 你現在不辦奧運 他們花了那麼多心思 把足地市場給Close終結掉 然後花了1.6兆元怎麼辦 最後還有很多的這些合約 轉播 現在日本的觀光客 他們沒有開放啊 就算奧運開放 我們的這些外國觀光客 包括我們 我們也不能去看 沒有觀眾 然後連日本國民 能不能自己去看 現在是他們有準備 要開始線上訂票 但是最後六月要決定 要不要開放觀眾 有搞不好像憲哥講的 沒有觀眾 那廣告 轉播 如果再不辦的話 7000多億 整個損失 我剛剛不是說他們 已經投入了1.6兆 整個損失再加上7600億 這2兆4000多億台幣 2 3兆就像打水漂 你覺得你是日本政府你會甘心嗎 菅義偉的內閣 剛開始民調制度還滿高 六 七成 跟安倍的時候差不多 沒想到到了今年過年一二月 日本的疫情越來越爛 越來越嚴重 所以他的民調跌到三十幾 跌破四成 所以日本的這些官員政府 其實都想辦 但是他又怕疫情很緊張 因為日本的民眾很怕 所以日本之前那個自民黨幹事長 二階俊博不是有講說 到時候可能不辦奧運也是一種選項 馬上被日本那些自民黨和官員 都罵翻了 意思是這樣 但是日本的民眾是覺得 他很誠實 不要辦我們就不要打中臉充胖子 我們疫情那麼嚴重 所以現在奧會 當然美國跟奧會都挺日本 他說我們給那些世界各國的選手 打那個疫苗 免費提供兩劑 每一個要到日本比賽的選手 都給他打兩劑疫苗 可是還是有個國家不想去 包括加拿大在內 他們就退出了 他們說我不要去 他就很怕 所以這個尊重每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 真正能不能辦奧運 我覺得有可能最後 還是會可能延期 這是日本政府最後最後的底牌 OK 趕哥來趕快補充一下 好 東京奧運到現在為止 你認為說他已經如火如荼錯 不是 因為日本人有一句口號叫什麼 叫做一億國民大晉級 你就有個概念 如果你歷史念得好的話 他們當時有一億人口 現在多少人呢 一億千多萬 不到一億兩千萬 但是只有 不到百分之一 一趴不到 為什麼 就是民眾都在觀望 都在那種心態之下 請問你一下 在這種狀態 我們去看東京奧運你安全嗎 這些選手安全嗎 那就是因為說 我們現在不但不相信疫苗 而且我們心裡是反東奧的 為什麼 有一個律師非常資深 日本全國有名 但是形象不太好 我知道 宇都宮健兒 是嗎 宇都宮健兒 不是什麼半島植樹還那個 半島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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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銀行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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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在銀行上班 是的 沒來沒錢這樣 宇都宮健兒發起了一個投票 日本人跟台灣人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他們對於政治事件 政治投票是最冷感的 冷到不行 一看到政治人物 他們就沒興趣了 但是宇都宮健發起的公投 竟然達到了48小時之內 有21萬5000人來投票 他自己嚇到 為什麼 反應太強烈 太強烈 為什麼 他的口號叫做很簡單 但是我跟你講 這都是有變數 為什麼 因為相反的狀態 我們都一起要看 最新的消息就是 國際奧衛的副主委叫柯恩 他說 東京奧運一定要辦 我就講這麼一句就對了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如果日本政府你不辦的話 你要小心我們奧衛 將來對你什麼樣的制裁 什麼 制裁啊 你要小心 什麼意思啊 你們國家有疫情 但是我們國際奧衛全力支持 剛剛有講輝瑞疫苗 免費一人打兩劑 不只這樣子 我們提供全套的醫療協助 也就是說我們在篩檢的部分 大家知道他有個概念 一個奧運有多少選手參加 至少有1萬5千到2萬3千人 請問 不要說台北市 只要一看到2萬3千個運動員 來要幫他篩檢 說不定就沒有那個能量了 對不對 東京都要有這個能量 國際奧衛一定要伸出元首 要幫忙他們才能夠做起來 他們可以伸出元首 對 沒錯 上班一直升不了官 現在讓他升職 OK… 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說 冬奧一定要辦 小吃百合子為了他的政治前途 也一定要辦 今天就算是 閉門運動不收門票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已經付了14億的權利金 我跟你講 你們東號一定要辦 你要不辦的話 我跟你說 我已經告你們 到時候變成什麼你知道 反正美國人都是這樣子 使得以後不再使賓得 OK 我一定會讓你們吃不了兜著走 所以其實東京都現在很為難 非辦不可 對不對 OK 來 來 各位 剛剛是民主界的一些說法 但是我命理界 他是給你一個預估喔 好不好 來…哪一位要先來 來… 先由愛麗絲來講 我再來測制好不好 好… 我今天就有 我們一直在討論過去 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好了 就是冬奧要停辦 或者是要舉辦的這個機率 到底有多高 好不好 對… 我這個老師的牌會先 對 不可以 沒有…放著 不用這樣…同隊的同隊 妳這個是塔羅牌 這個是聖者天使卡 還有不同的 我只認識庫洛魔法師 聖者天使卡 其他我都不知道 聖者天使卡 對…好 剛嚇一跳 以後是職業求員卡 對… 我要抽嗎 可以 怎麼樣 可以 我們剛剛抽喔 可以 請抽一張 請抽一張 是否未停辦 妳就講就好啊 因為我看 太久沒看到憲哥 看到已經傻了 會緊張喔 看到帥哥都這樣 妳腿現在比較白 真的 好厲害 DEEPER 對 ROOP DEEPER 好 What's DEEPER 對 ROOP DEEPER 好 抽到這張牌 我們是正位的 我們的天使卡的正位 然後ROOP DEEPER 好 其實就是真的 一切都在觀望中 好 其實這張牌 來自天使的訊息 其實今年東京奧運 它會延期跟停辦的機率 至少有60% 這天使它的翅膀是收起來的 它並不是展翅膏飛 所以對於這一個議題 它還是非常非常的堪憂 對 因為要考慮層面實在太多了 不僅是說整個日本的經濟效益 或是說整體的損失 或是整體的運勢 甚至是連我們的運動選手 如果真的停辦 那他就再也沒有機會 參加奧運的這個賽事 唯一一次光嘛 對 所以說其實根據整體 日本民眾的健康所考量的話 還有我們整個生命的安全 所以這張牌的顯示是 其實日本政府 還是會以這樣子為優先考慮 會以停辦或延期的機率 是比較高的 不能再延期了 現在沒有機會延期了 所以停辦機會很大 來 詹老師交給你了 我在日本待了有一段十幾年了 日本自從福島爆炸之後 他們整個國家的風水運勢 就下滑到極致了 我們之前喜歡用日貨 看日劇 大家都 現在都沒有了 你也知道我幾乎漾漾通 所以我今天就一定有 漾漾收 所以我今天藉由撤字的方式好不好 好的 2021牛年到底冬奧會不會辦 請憲哥赤一個字好不好 大大的寫一下好不好 等於所有一切都掌握在你的手裡 對… 一個口 兩個口 三個口 四個口 牛有窩 牛年 會不會是五圈 然後少一圈 奧迪 又少一圈 奧迪 牛登 兩登 三登 四登 五登獎 五度五關 獎五萬 你來演 我來唱 大家 這個口 對牛年是 剛開始是開高的 是加分的 這裡頭暗藏一個大 牛變大 暗藏人 所以很多的貴人 很多的期許 很多人都希望能夠辦成功 看起來是非常好的 好像勢在必行 但是重點來了 這裡頭暗藏一個犬 狗跟牛是相破跟相害 所以叫好不叫做暗藏危機 要辦的機率 幾乎又降到百分之只有30而已 其實老師沒有看到其中的選機 是 他暗藏了一個哭 對 你講 對 這是我 這是我後續要講的好不好 哭 剛好你要講 剛好 對 因為我第三階段 代表說他們含淚 就算辦了也是 他們就算辦了也不叫好 就算不辦還是被罵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不憂 問題很多 OK 所以結論是辦的可能性很低 即使要辦的話也是比較好 來 有沒有要補充 好 我跟各位講 大家如果說在情感上面 也許你會認為說那是他家的事 不是 你知道我們這次奧運 台灣代表隊拿到幾張門票嗎 幾張 31張 怎麼了 代表有31個個人或隊 比如說我們的射箭隊拿到了 我們最厲害的是 我們四位舉重女選手 這個 過了這個黃金時期就沒了 就磨這一件 我現在就是要講這個 54公斤級世界排名第一 台灣選手黃曉雯 這次不去 下次就去不起來 好難喔 運動選手的那個黃金 不是變胖是年齡 年齡是有限 年齡… 因為他們的這個 你看像那些職棒或什麼 都是一樣 都是在最光輝的時候 所以如果說要停辦的話 剛剛其實我也有講說 除非他們跟IOC 國際奧會 還有美國這些大國家去討論 法國巴黎2024年 願不願意讓到2028年 2028年的美國洛杉磯 願不願意讓到2032年 因為2032跟2036年以後的 每四年一次奧運主辦城市 還沒有選 只有選出來2024跟2028 如果美國跟法國都同意的前提下 日本東京延到2024 還有在國際奧會 這樣的一個大力支持 才能夠成案 當然我們希望說 能夠一個安全的東京奧運 我相信大家都想去看 離我們那麼近 然後又可以順便去東京玩 又可以去日本這個旅遊 對 真的是一個方式 所以希望他們還能夠順順順順順 想出一個最好的方式 這個每一個物種 都會找到它的出路了 是的 Everything will find the way out The Jurassic Park 諸羅紀公園 裡面人也是動物的物種 是不是這樣 紅色定月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了 那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既然這樣 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